全球伊赫万集团承认 旗下的儿童福利中心 确实曾经发生基间案件 但否认集团或是管理层成员 教唆孩童基间 伊赫万集团首席协调官阿迪布认为 孩子们有可能受到外围因素荼毒 自己学会基间 阿迪布日前在短影音平台TikTok 上传了影片辩驳 说他教唆孩童基间的指控并不合理 相反的基间文化遍布世界各地 即使在我国这种事情也很苍绝 难以遏制 因为孩童可以从手机 朋友 学校或者家乡 接触这种风气 阿迪布也对外界 将集团的福利中心 描述成荒淫的场所感到遗憾 传了解 感谢观看